金門馬拉松圓滿落幕 這次再度吸引超過六千人參與 一大早整個集合點 金門大學就是人山人海 參賽者大會工作人員自然不用說 還有更多的是陪著參賽者 一同來感受金門風情的親朋好友 會場享著大會音樂 周遭則是許多贊助商贈品區 所以不管你下不下場 可都有各自的趣味在 沿途相親也是熱烈化鮮壓 加油打氣 裸骨喧天 就是要你感受到金門的好客盛情 而無法停下腳步 因為我沒有來過金門 然後想說來這邊觀光順便跑步 我覺得在這邊跑的話 我覺得會看到很多不同於台北的風光 比如說旁邊有很多田園稻草 還有很多那種牛隻 這是在台北的馬拉松 看不到的地方 戰地風情果然有獨到吸引力 有吃有玩 還能拿的大會特色 也讓許多跑者上癮 更不用說 還有平坦的路線 以及清新宜人的空氣 讓不少本島跑者不遠千里 參賽後的食物吧 居然是麵線跟粥 還發酒 路比台灣好 空氣比台灣好 會跑到那個積色那種 對 對啊 然後房子很漂亮 這金門馬拉松 怎麼可以都讓外地人享受 金門在地也不會缺席 而且還要昭告天下 我們可是Team 一旦要一起跑 而且還要一起越跑越升級 就是我們 像是我們是個Team 然後我們就一起跑這樣子 然後從頭跑到尾 就這樣 我們要循序漸進 去年3.5公里 今年11 明年21 這就是跑步步的限然力 讓人一旦邁開步伐 就停不下來 一旦體驗過如此暢快的感受 就深深著迷 就等你囉 下次的金門馬拉松 算你一份 YQ新聞消息上高明賢 金門財務報導